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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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 《NZ》訪文系列2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 来自澳门的中港澳专栏 作家我们有 SoSo 和我们来自 马来西亚的 Premium Travel的总篇 欢迎两位 我平时看写家平台 或者看你们的文章 或者看你们写的杂志 都觉得你们 吃好住好 身体好 幻觉 我想这个 亦都是外界 对于你们的职业 一个是旅游集资的总编 你自己本身都有经营很多的 文字的平台 又去很多旅行 吃很多很好的东西 SoSo的平台也是介绍很多生活 生活类型的东西 或者是戏剧的东西 一些藝術上面的东西 说回好像在过一些非常梦幻的生活 对于这些说话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坦白说 是开心的 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戏剧 很喜欢旅行吃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还有美容 当然了 其实每一样东西有利都必有弊的 那你利就是因为你享受了它 但是呢 因为我其中一部分是自己饮食的 那自己饮食呢 后遗症就是 好像身形是胀了 身形是胀了 这是真的 而且其实现在饮食开始要注意一点点 因为始终真的吃得多 都要慎防有三高 但是这个是真的 但是很多人觉得 哇很好啊 做方法或者做中途都可以到处吃东西 到处去旅行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开始拼搏的时候 其实一天试过最高多久去吃八餐 八餐是吃到 后面那部分你已经觉得 已经吃不下去 或者是其实你已经享受不了它了 就是没有再享受 那你已经觉得好像是一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很辛苦 但是后来我就把它平均一些 就照着吃饭时间 或者是茶茶的时间 我先去试 就是不要最开始开始 哇一路这样吃下去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我明明这个感受 上一年我和国宗一起合作 接着拍了一个旅游的节目 哇 吃了很多餐 是真的很开心 超级开心的这件事 你知道吗 我衣服从第一天扣得下 因为有些镜头要补拍 或者衣服要再重复穿 我第三天衣服穿不下 穿不下 穿不下 这件衣服又怎么办 会不会不连的 不连气的 真的是 穿得很快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开心的 其实证明了Suzuki 是真的很喜欢吃 很享受吃那一部分 所以即使第一天吃到第三天之后 最后的食物 是因为真的很享受澳门的食物 这件事 其实我也有试过 也有试过 就是之前我做第二间集志社的时候 很多人负责做美食 那时候是在厨房 去其他地方 例如宾盛 做开的时候 你需要在三天的时间里 做一个美食的专业 可能好像Suzo说 一天吃八餐 可能不够夸张 一天吃五餐 但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感觉到 你是享受 因为你现在是在工作时间吃东西 你是为了做工艺食 那说回来 我现在做的Travel Media 人人都觉得好像很好 每天周围走 其实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也是在做工的 一个心态去采访 这样的过程中 是不是你都要 懂得去享受 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一边工作 一边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这样你才可以写得出 有感受的文章 你感动到自己的同时 你才可以感动到别人 去看你的文章 明白明白 很好啊 我觉得你所说的幸福感 其实好像在疫情底下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不搞那么多奢侈品 我们又不需要吃那么多美食 旅行都不用去 不如留点钱衣食住行 你们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你们始终是 可能是真的 介绍了一些 生活以上 一些带给人更加幸福的 一些产品 或者一些生活体验 你觉得你们的行业 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作为 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联系 好像刚才所说的幸福感 因为我觉得很久以前古代的时候 即使很战略 打仗 还是什么时候 突然打完胜仗之后 他们都会幸福的 明白 即使你再辛苦都好 你都要一个平衡的一个心情 你很辛苦之后 你需要享受 有娱乐活动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幸福的经济行业 可能现在真的受到一个影响的期间 不过我觉得很快之后 或者政府或者私人界 其实都会有一个方式 或者一个数据出来 帮助我们这个经济化 变得更好 我相信在这个疫情之下 各行业都有影响 特别是自由行业的朋友 如果全职去做 譬如我专门组组组织的话 因为我不是 因为我是兼职的 我自己是兼职的 但是你看到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譬如说你真的 如果靠他去生活的话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真的很难 因为自由行业 基本上我相信很多工作都已经停了 我觉得也有一些澳门组织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疫情底下 其实真的收入是大减的 可能没有了八九成的收入 但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我之前收到太多稿 过了中国人的农民新年之后 我就开始在做我自己的稿 就是尽快收回一些稿 收回好它 接着就直到这两个星期 澳门疫情已经好很多了 就开始那些人都出来活动 所以慢慢的开始 澳门的酒店都开始搞活动 所以都开始有些邀请有些事情做 你说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们每天上班很辛苦 很大压力 或者生活很大压力 工作也很大压力 如果放工之后或者放假的时候 是需要放鬆的 我觉得很多人 我也都相信很多人 放鬆的方法就是去旅行 去吃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会 我就会上网去找回相关的资讯 希望首先是精减了自己 意思是我去消费之前 不是我自己做白老鼠 我看了别人做了白老鼠先 其实虽然我自己都是写手 但是其实我也是个白老鼠 我可能试了餐厅 或者去到那个地方享受了 我觉得真的好 不如就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就上网去找一些资讯 令到大家可能想要放鬆的时候 就可以精选一些他们想去的地方 我们想吃的东西 明白 我都很认同的 现在疫情下面 就算亲身去不到旅行 或者亲身吃不到一些好东西 我自己都会上网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精神 我觉得更多的层面 是精神上面一个 令到我自己有一个提升 或者一个减压 苏苏你是自由选择 可能影响没那么大 我想问Jasper你是全职的 你是一个全职的文字工作者 你也是一本集的主编 其实这段时间 你没有得去试 你没有得去旅行 你没有稿 没有东西写 都过了很多个月 你怎么生活 其实在马来西亚是 我们大概是两个月 大概已经进入两个月的 一个行动管制期间 都其实这两个月 是比较半休息的状态 其实之前的计划 是否都是暗告的 其实都是有报社 有杂志的文章 或者一些计划 或者一些计划 一些视频的 都在做的 我说这段时间就很劲 但我觉得挑战是很未来的一段时间 当行动管制令 开开之后 开始要的经济 那段时间 会比较辛苦 或者比较挑战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之后的经济 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新上去的一个环境之下 你的公司或者 你的公司 有没有怎么样 发挥或者 如何去转变 新平常 或者情况之下的 一间 可以生存的公司 所以现在我们都要 在这段时间 看看如何做一些改变 其实两位 我觉得你们 有些事情很相似 但是并完全是一样 可能社交媒体是比较 偏向在网上的 就是 文章都多数在网络世界发表 那Jasper 我觉得你介乎两者 你都有子媒 你都有在网络上面 两边你都会做的 我又想问一问 其实子媒 他们用的文字 和网络媒 他们用的文字 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是如何是 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可以吸引到观众 和观众去看呢 如果你说的文章 其实大家的专注力 比较少一些 你没有可能 你可能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用二十分钟 或者十分钟时间 去看一个文章 因为你比较 没有这样的专注 没有这样的耐性 如果你看书 你雜誌的话 你可能比较 有超过二十或者三十分钟的时间去看 所以你的文章 或者你的内容 要怎么去 怎么写 其实要符合你的平台 如果你说的平台平台 可能你就比较 照片多一些 文字少一些 比较短的文章 可能比较吸引到别人的注意 但是如果说 雜誌或者报纸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有些 例如文章 可能比较可以做一些 深度 比较精英一些的专题 但是不要说 不要说 文章媒体做不到 可能大家比较 喜欢文章媒体的 是比较精简 为主的 但是也有其他文章媒体 比较深做专题 就知道你的 观众 喜欢什么 如果你说梓梅 其实很多人都说是符合 但是其实我觉得梓梅 也是帮我画的 因为现在仍然很多人 都有编书编书 其实我自己也是 虽然我在网上发布 我的文章 用我的专栏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 很喜欢编书编书的人 当然我坦白说一句 因为现在网上发布的文章 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因为大家现在 无视无视都是拿着电话的 有什么资料想找的时候 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是找 就是上网搜索 这个是比较真心说的 它真是方便一些的 但是就视乎可能 当你搭飞机搭车 你就可能需要揭书这件事 所以这两者我觉得 都是不好玩的 虽然现在那个网媒 那个首飞型程度 是比较紫媒高的 但是两者都是有生存的空间 我自己觉得 当然了 紫媒可能以前有很多的 但是现在因为 那个科技的磨码发展之后 就令到紫媒可能会缩减了 那就精选了一些紫媒出来 就是所谓叫做太弱 所以现在我觉得 留得低的雜誌 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 网媒一个优胜的地方 其实这个是某 因为我之前在某大 国际雜誌的平堂 做小专栏的 那开始我就有些好奇 为什么你会找我呢? 因为香港和澳门这么多写手 为什么你会找我代表香港澳门呢? 原来他们说 因为他们觉得工作之后 你要放松的时候 他们想看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也都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 简单的 就是不要太复杂 简单一点 但是也都是有 就是所谓有深度 其实我不是写短文章的 我是长篇大论的 我也有些朋友都说 哎呀你的文章很长啊 那么他们就觉得会很长 但是其实中国和台湾是喜欢的 那个总编 就是那个国际雜誌 那个平台总编 就说 其实他看了我的文章 觉得我的文章 想要的资讯又有 而且觉得我的文字很亲切 所以就决定选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挺惊喜的 还有他说 看完我的文章 是觉得有亲切感 还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其实我听过他这样说 有人觉得我看我的文章 会有放松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原来我写文章 是写文章自己享受之外 原来也都是有人享受我的文章 所以这件事情 能够带到给大家有亲切感 和带到放松感给大家 其实我自己都很开心 我也都很相信这个 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之余上网 其实我刚才 我下一题就想问 你们怎样 什么是你们的自性关键 因为其实在云雲这个文字海里面 作家有很多总编、编辑 什么类型都很多 实在太多了 但是你们是里面的其中 很出色的人物 刚才苏苏回答了 可能你的文字很温暖 令到别人会觉得很放松 可能这个是你的自性关键 Jasper呢 你的自性关键是哪里 怎样去留得住你的读者 又或者留得住你的孝 我觉得每个人导师 也有自己的风景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不要者的人 要知道 因为我喜欢整个文字 所以我就做回《我喜欢做》 可能人们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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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的 我觉得 你要怎样去知性关键 我觉得是要维持自己的风格 如果你自己享受自己的东西 你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感动到 这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心得 Jasper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 因为你做很多旅行的 或者你之前是去冰天雪地的国家 那其实装备都很贵的 这些是没得装备的 没得装备的 那是披纹都不够你买装备 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其实还不好了 我去的地方 没有真的冰到零下几度那么夸张 其实一般的鱼龙威偷 我都可以承受到那个冰天的国家 而且我梦买很多衣服 去重复穿 其实很多朋友仔 其实都很想入行的 因为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 但是听到刚才大家所说的 其实都不是大家所想的 哇 这么好处的 这么轻松的 我们往一个不好的方面先 我们不是鼓励先 给一些很想入行的朋友 你有什么寄议可以给他们 所以说媒体是很容易的 你要进来做维线媒体 就是一条不归路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社会 或者你很喜欢做维线媒体的话 那你如果做维线媒体的一个热成 你只可以维持你的工作 在梦想之中继续走下去 也很热成 我也很赞同 其实热成真的很重要 那其实我相信我是比Jasper轻松一点的 因为她正式一个雜誌的总编 和雜誌他们自限 可能他们一个星期出一本 星期出一本 那出去旅行 她晚上都要写稿 而我们专门作家一些 就可以迟一点才出 那这件事我们会轻松一点的 不过如果你说说 如果想入行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心 也曾经很多人inbox问过我 蘇蘇 我想像你这样 很多餐厅、旅游局 或者酒店的邀请 也想拿很多贊助 那我要怎样做才行 那其实第一件事 其实你不要想这件事 因为我做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多贊助 我只不过是真心跟大家分享 但是无意中 就可能被一些编辑 被一些品牌就看到 所以就有邀请合作的情况 其实我也都看到 我有兴趣写 那他叫我 就是他每一篇文章都叫我看一下 那后来他发现原来 每一篇文章只有几十个点击率 那后来 我想写到不够十天 他就已经放弃了 因为其实不要大家想 现在一个写手 可能你看到某一些 会有很多贊助很多邀请 但是其实这件事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觉得要夹天使地来跟我 如果很太大希望 去做一件事 其实真的会失望 我觉得顺其自然会比较好一点 嗯 嗯 我另一件事是很有兴趣的 我想知道两位 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入行 为什么会入这个文事的世界 是 其实我入行 因为最开始我是写Vlog 那我在一个香港很流行的网站 我开始分享我的文章 而当时是没有任何品牌 旅游局、酒店餐厅去找Vlogger寫的 所以我是Vlogger起家的 我只不过当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门的景点 其实为什么我会分享澳门的景点呢 是因为当时我的小朋友还小 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带他们去公园玩 那你就知道澳门的公园 其实就是澳门的景点 那刚才这个旅游 澳门的旅游要开始发展 很多人很好奇 我想知道澳门有点是怎样的 因为很多人 其实有些人的概念 当年 现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 概念觉得澳门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出门就要坐船的 可能要坐艇子 用Tanko Suzuki 我都有一点惊喜的 这件事 当时澳门的旅游开始发展 所以他们就开始上网搜索这件事 梅雨冲找到我 跟着很多 当然他那个网站找到我 因为那个网站其实是张小姐 就是一个香港很出名的外情小说作家 是张小姐的网站 他本身的网站也有很多人看 发现有个澳门人写 然后就慢慢 除了看张小姐的文章之外 就会过来看我的文章 我记得他那时候有排行榜的 每一天有25位排行榜 我很短时间就爬了去三甲 后来香港第一个美容问题 找Blog写的 他们就找到我 其中一个是 所以就慢慢开始 给香港的公关认识我 开始美容 先去餐厅 然后慢慢开始旅游局 邀请就慢慢来 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是这样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都很想开眼睛 所以我就接受这些邀请 然后另一方面就写好我的文章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文章 你写得很好 别人喜欢看 那这些邀请慢慢就会有 那其实就慢慢一直做到 现在超过十年了 那就一直到现在了 那就是这样入行了 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刻意的 我可能从中学开始就喜欢中文 这一科就比较有兴趣一点 所以当时又被老师说 既然你喜欢写文字 不如你大学的时候就选收新闻 那我就说好 既然我喜欢中文的话 那就去传收新闻系 那就毕业之后就 顺其自然地 顺理成章地 就入了 入雜誌社 然后再转到报纸 然后再转出来做旅游杂誌 所以就这样入行了 所以因为你喜欢写文章 然后觉得有兴趣 那我就开始慢慢学 就这样 两位都是因为喜欢 我觉得对于一个职业 你是要热爱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那以你们的文字的力量 寄予或者是鼓励一下我们 一个简短的文字 鼓励一下我们现在一个疫情 我们现在都算是疫情 那下面一个说话 鼓励我们会继续有希望 走下去的一段说话 其实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都不可以出门去行 那其实我就比较 专注我自己内心的一个 深情的起伏 那其实肯没有行动管制令之前 就没有办法可以很专注自己内心 然后领用这样的情绪 反而这样的一个时间 可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可以发掘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timing是了解自己的 当你重新获得自由 行动管制令 结束之后 那你就可能更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好像是什么 一句话 我是随心的 所有东西都 我觉得一切从你的心开始 就是所有 虽然说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但是如果你向前看 就是你一直向前看的话 其实我相信所有五个东西都会过去的 所以一切随心开始 好啊 今天很谢谢两位接受我们这个聊天访问 那希望真的有一天 我们可以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面 我们真真正正正面对面去聊天交流 好吗 那当然好 那希望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 我相信留不住条命 对了 我们一定会 一定会再见的 好吗 那我们保持联络 祝你健康 好 好 好 大家都是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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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